大娃个大 我都忘了小时候的葫芦娃怎么哑你呢 我都忘了都不知道了 这小手小手年手把劲儿不错 那小葫芦啊 小葫芦有个事 我们家那个墙上全是 我们家墙上全是这种小葫芦 它得自然风干哦 它得自然风干 才可以 我们接下来做下一道菜啊 小葫芦你可以拌那个 我们整一个黄瓜卷啊 你可以拌凉菜的时候放里 那一会我就给它放里头了 对 我们整一个黄瓜卷 高粱米长啥样 你真不认识你 高粱米长啥样都不知道啊 哎呀妈呀 哎呀妈呀我那个我那啥呢 那个姐啊我给你拿着啊 我给你拿着 你等着我去给你求那个高粱米啊 我必须给你求高粱米 哎我的那个土豆腦 让我放哪去呢 我这找不着了呢 不是一个样 不是一个样是 我们这也吃 也炒吃葫芦 我们一般都是用的什么 都是煮那个 葫芦都是做馅 或者晒干了 做那个葫芦条 高粱米长还能馋什么呢 不是那个那个秋白你在哪呢 那个秋白呀 秋白你现在没在那个 看见没 看见没天使姐姐 这个就是高粱 就用这个 哎磨出来的 这就是高粱米 看见没这是高粱顺 看见高粱顺了吗 红高粱你没听过吗 红高粱 红高粱 没看过一个电影吗 叫红高粱 咱们用那个刮皮刀啊 看那小葫芦 这都是自己自己家的小葫芦啊 还挺好玩的呢 这个那个条啊 都是自己家的小葫芦 可好玩的 挺好玩的呢 高粱米长还能馋似呢 多少年没吃着呢 咱们用那个刮皮刀 给它那个薄薄的 给它刮一下的 哎 这个是手劲 哎 这个是黄瓜卷 黄瓜卷啊 小时候 芬木青 甜杆和高粱 嗯 我拿的其实就是甜杆 他俩其实是一个东西 甜杆和高粱 其实他俩一样 说实话哦 就是一个柯木的 就是一个柯木的 只不过就是那个甜杆比较甜 我们家其实种的就是甜杆 哎 咱们给它卷起来啊 咱们给它卷起来啊 卷成卷卷 给它卷成卷啊 看见吗 给它卷成卷 二 其实你 我以为你 我以为你 的